男人正在夜跑 此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提醒他还花呗 男人还没反应怎么回事 身后一个老六病人围巾缠住了他的脖子 杀手用尽全力 足足累了半宿 男人总算两脚一蹬 失去了呼吸的能力 当朋友赶回家里的时候 男人的脖子已被死死地拴在电脑上 伪装成了自杀的样子 钢太伸手一摸 尸体连心跳都没了 一旁的美女没有放弃 用吃完大蒜的嘴朝着男人哈了一口气 下一秒尸体果然缓过来 不停地咳嗽 原来男人名叫金钟照 练过铁布山 一般的丝巾根本勒不死他 经过大铁棍子医院同主任的治疗 金钟照很快便恢复了元气 眼坚硬的不行 钢太决定对保险公司来点刺激了 根据调查 太阳保险公司有100亿休眠保险和2000亿的未付保险 所谓休眠保险就是客户出现 保险公司已经准备好了赔付资金 但客户由于遗忘并未报案任了 因此资金处于休眠状态 至于未付保险更容易理解 就是本应赔付 但保险公司却以各种条款为借口 拒绝理赔的资金 钢太的计划就是暗中拉动这些客户 同时申请理赔 此时保险公司肯定措手不及 直接爆雷 第二天 白毛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游走于各个病房 很快便积累了大量客户 他们集体向太阳保险申请理赔 公司服务器瞬间瘫痪 而另一面 金钟照注意到了一起特殊案件 女人的妹妹两年前坠楼死亡 保险公司却以一次自杀为借口 拒绝赔付 就在死者坠楼的当天 韩国发生五道河空难 飞机驾驶员因患抑郁症 带着190名乘客集体自杀 同样的保险 同样是自杀 驾驶员赔了34个亿 女人的妹妹却一分钱都没拿到 金钟照决定以此为突破 接受媒体的专访 将舆论推向风口浪尖 重启空难的调查 这条视频很快收获了15万的播放量 保险公司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客户进行盗窃 并支付了总计2100亿的赔款 望着持续发酵的热度 送人头一个头两个大 他本来挪用了赔款 用于购买大韩航空的股票 如今还要填补亏空 连苦茶子都要搭进去 此时 他还有一条出路 就是勾结位高权重的检察官 对大韩航空展开调查 拉马粪钢下水 粪钢一旦被抓 他便成了航空公司的最大股东 直接坐拥两家寡头企业 这次大获全胜 疯狗团队斥巨资吃了份烤肉 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开心 唯独角落里的正在搞闷闷不乐 原来他接到了亲爹打来的电话 让他远离疯狗团队 而正在搞的亲爹 就是韩国最重要的检察官 郑老二 大韩航空的马粪钢 已经掌握了正在搞的信息 他以此为筹码 要挟检察官捣毁疯狗团队 第二天 疯狗团队的智囊 正在搞直接被抓 老二一怒之下 将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而另一边 大批检察官涌入封狗所谓 直接带走了所有人 审讯失礼 几人拒不交代 郑老二关闭了现场的 所有监听监控 随后对着刚才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怒 没错 他要利用封狗小队 查清空难的真相 以及怒火的阴影 一举灭掉太阳保险 和大韩航空两大非恶公司 让这群恶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